再說一次,因為剛才有些Hacking的電話 然後錄錄的時候被人認識了 不要緊,再說一次 剛才今天我想示範的 是怎樣可以把任何Hot Disk或者SIM卡 可以把裡面的Data Retrie回 然後呢 首先去維基百科 找有沒有一個列表 是那個項目的所有軟件 然後在軟件上面 有一列表 然後在列表之中 這些,左邊 這邊 這一項 這裡 這麼多 哪一個 是最好 然後或者聽過 我在美國住了半世 然後又不是香港那些 好肚子 又不是 動一點就聘請人 那種 通常是親力親為 然後白手輕家 那種 然後呢 找到另外一些 都可以下載 還有一個很難的 你可以在網上 找到 某一個 檔案 即是一個 軟件 或者APPs 的名字 你去那個連結 那裡下載 是下載不到的 有時候 是不是弄你 又未必 但是 總之 就是 搏大霧 或者搏猛 那 你要去 另外一個 Google search 打入 那個Software APPs的名字 這個就是 今天 有講過 最tricky 就是最 一個 一個 一個竅門 或者是一個 的 做法 是 我 你可以叫我做 你的頭髮 是一般的 你可以叫我做 賓尼Sir 或者小爵士 都不用了 總之是電腦神童那類 因為我再跟你說 我不是那些 動一點就聘請人 動一點就說 不讓他用電腦 那些 我是那種 你搞我的電腦 我會飛去另外一個國家 搞完檔案 再飛回來 購物 吃完 厲害的 然後 給你老爸 那種 開玩笑 說笑 然後 這樣 做 做 做 你這個檔案 然後 記住 你要去回 例如我們 選了 我 聽過 Wescuva 聽過 Disk Digger 聽過 用過 East U.S. East 大概是三倍的價錢 然後 有時候 明明 最新的名稱 是比較生滿的 不是經常用的 然後 都給一些年輕的 programmer 一個機會 就會給予多些 費用 但是 又未必是最好用 或者是最實惠的 所以 選一些 以前聽過的90年代 甚至是2000年 千年重的時代 選了之後 如果不能下載 你可以 Copy & Paste 然後 去Google 這裡 Ctrl V Paste 然後 下載 我 打得好一點 Case sensitive Alright 然後 去到 他自己 一個home page 中文廣東話 叫做 主頁 主要 網頁 然後 一按 就下載 就這樣 簡單 那 怎麼做的呢 搜尋資料 我選擇這個software之前 他有一個巧妙的列明方式 分析 英文叫做analyze 然後 Disk Analyzer 他只是會分析 現況 在美國 住了半世 所以 亦都 都 非常 不太喜歡 亞洲地區的氣候 在香港 也是 表演一下 我們在美國 學到的很多技能 以及 個人的 整理 以及 很多的 生活細節 以及 禮貌 言談 衣著 規矩 紀律 然後 這些檔案 就是靠一個字 叫做 Diagnostic Diagnostic 是 將所有 的檔案 拆除過 或者 save過 都可以 pop up 所以 tricky 那個word 就是 今年 今次 值一百萬 可能 的 叫做 Diagnostic OK Diagnostic Diagnostic and Analyzer which is two different description 是兩個不同的 形容 然後 用途 這個 只是看 然後 分析到 是 一個 硬碟 你的記憶 用一個 Pie chart,圓圈,這種分析圖表 有多少是圖像,有多少是其他檔案,有多少是文字 文字檔案通常大約1% 因為你點打點打點打文字 你都不會有一個叫做video 那麼多的記憶體的消耗量 然後消耗量或者儲存量 然後粉紅色是Compressed File 即是壓縮過的 通常是軟件 軟件是本身下載的軟件 然後看這邊Diagnostic Result的搜尋 然後看到綠色代表 可以回復 或者是紅色 回復不到的 回復不到又沒有要擔心 如果你找到一個很需要的檔案 你寫下 你買第二個軟件 可能可以 或者當然可能 香港有途徑 有專業人士 可以做到 但我通常這些軟件 不見了就算了 因為過了一個月或者過了一年之後 突然之間可以插進去 然後看看會不會回復到 或者會回復到 這些就是用電腦 有時候的巧妙之處 當然這些資料搜尋方面是很值錢的 所以 希望大家珍惜 我這個很勇敢的一個release 亦都是計算到香港人 會在一個叫做 人力資源 和一個叫做 中等入息 或者是 薪酬方面的 洗費方面 是 許多年 或者是 一個 工作期間 會花費多少 在電腦的 洗費方面 支出方面 送給大家的一個 我的appointment time slot OK 是這麼多了 Goodbye 祝大家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